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不像绿色植物可以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 我们需要从外界摄取食物来获得养分 不过我们平常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属于大分子养分 像是狐狸猫午餐吃的牛肉饭 含有淀粉 蛋白质 脂质 这些大分子的养分没办法穿过细胞膜 因此身体没办法直接吸收这些养分 而人体将大分子养分分解成小分子 方便身体吸收利用的过程就称为消化作用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当你想买一罐自动贩卖机里的10元的饮料 但是手中只有100元钞票 这个时候就需要先将钞票换成硬币 那消化作用就像对比机一样 我们吃下的食物属于大分子养分 就像100元钞票 虽然金额很大 但是身体没办法直接使用 经过消化作用 才能将大分子养分分解成身体能够吸收的小分子养分 那么当我们把食物吃到肚子里之后 这些食物要经过多长的消化之旅 最终排出体外呢 那么当我们把食物吃到肚子里之后 这些食物要经过多长的消化之旅 最终排出体外呢 A 约60公分 B 约600公分 正确答案为B 是的 当我们吃进食物以后啊 这些食物要经过将近6公尺长的消化之旅 慢慢从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然后被人体吸收利用 最终那些无法被吸收的食物残渣 会形成粪便排出体外 这段消化之旅都是在消化道中进行 有些消化器官啊会分泌消化液 消化液中含有消化酵素 能够将食物中的大分子养分 一步步分解成细胞可以使用的小分子养分 而这整个消化系统就是由消化道 与消化线所组成 消化道包含了许多器官 请你猜猜看 以下哪些器官属于消化道的一部分呢 A 口腔 B 食道 C 小肠 D 肛门 正确答案是以上皆是 上述这些器官啊 其实都属于消化道的一部分 整条消化道包含了 口腔 咽 食道 胃 小肠 大肠 肛门 食物会在这条通道中 与各种不同的消化液进行作用 几个厉害的消化液是由消化线分泌的 人体内的消化线包含 拓线 胃线 肝脏 鼻脏 与肠线 食物在消化道内 一步步从大分子养分 分解成小分子养分 而且啊 人体可是有很细致的分工哦 每一种不同的养分 都有专门分解它们的线体 这部分就留到下次的课程继续带你认识咯 最后给你一个小习题 请问以下叙述何者错误呢 A 人体消化系统包含消化道与消化线 B 肛门属于消化系统的一部分 C 消化作用能将小分子养分合成大分子养分 D 消化线能分泌消化液分解养分 正确答案是C 正确答案是C 到了课程尾声 让我帮你做个小整理吧 一 动物体获得养分的过程包含三部分 设时 消化 吸收 二 消化作用指的是将大分子养分分解成小分子养分 并吸收利用的过程 三 人体的消化道包括口腔 咽 食道 胃 小肠 大肠 与肛门 四 人体的消化线有唾线 胃线 肝脏 胰臟 与肠线 学习完今天的课程以后啊 给你一个小问题 让你想一想 人类透过口中的牙齿 来撕碎与磨碎食物 那么其他没有牙齿的生物 像是蝴蝶 水席 变形虫 这些生物是如何吃东西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留言在下方给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给你一个小时的牙齿的生物 请不吝点赞